文化的影响 《新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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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恐怕是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 这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在这里来回顾当年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 而且是以电影的形式 栩栩如生 我们就等于说 能够比书面的 甚至听报告的 更加生动的 看到当年前辈们的奋斗的历史 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一层意义 当然了 讲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说 中山先生对我们记忆了很大的 也说过一番于衷心脏的话 希望我们把后面的事情要做好 革命上位成功 通知人需努力 就希望我们进一步 把他的魏精的实演 能够往前推进 第二层意义呢 在这个特定的多伦多电影节举行 它与我们团 是我们合作的一个象征 今天是1911年的首映禮 我很开心 我有机会来看看这部戏 其实你看回中国的历史 眨一眼就1911至今年 已经是100年了 在过去的100年里面 其实中国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有一个帝制的社会 变成一个现在很开放的民主社会 虽然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改善的 但是我们看到呢 比如在经济和民生方面 各样东西都有很大的改善 我都很开心的 希望我们来后的100年会更加更加好 Thank you And a welcome to Ms. Gloria Lu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We also have with us today MPs kalo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